咱们现在来做一个水煎包 先把这个三颗酵母放在一百七十克温水里面 另外加一勺糖 霍了霍了静置十分钟 现在开始跟咱们这个三百克面粉开始混合 慢慢加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水 一边加一边搅和到这种絮状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下手来和 这个面不需要和很久 只要把它揉成团就行了 盖上盖先让它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这个面就更好和了 也是和一下就可以了 有几下有光面就要开始让它醒面 大概半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来调馅 一大勺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油 我这里用的是普通的玉米油 一小勺糖 还有一小勺盐 先把它搅和均匀 还有这个姜 擦点姜泥 大概一勺就够了 一起朝一个方向货 开始加水 我这里大概有半杯 分几次加 每加一次就使劲的货 货一两分钟之后 咱们这个馅就上劲了 加了水的馅吃起来口感更好 这肉不会柴 最后再撒点胡椒面 一两滴香油 再给它搅和均匀 到馅儿出了这种姜状就可以了 放冰箱里冷却一下 咱们这面也好了 先给它排排气 再揉几下 揉这几下也是为了排气 然后给它搓成长条 分成16个大小一样的剂子 给它撒上干粉 擀成中间后 边上薄的皮 准备包 再把咱们这青葱放进去 葱放早了 那个会有葱臭味 多放点馅儿 开始包 我这一个包子 大概能捏出来 16到18个折 都包好了 咱们可以准备煎了 一大勺油 把咱们这包子都放进去 这么大小的包子 16个正好一锅 先煎两分钟 看看底儿有点焦黄了 就可以倒上水了 我这里大概有半杯吧 只要把包子的中间 没过就可以了 盖上盖 中火 再煎三分钟 看它现在已经白白胖胖的了 上面再给它撒点油 把咱们剩下点葱末给它撒上去 再来点黑芝麻 提香 盖上盖 再多煎三分钟 出锅了 再配上一碗冰糖 绿豆汤 拍一盘黄瓜 再看看咱们这包子 上面是软嫩的 下面是焦脆的 蘸点醋尝尝 哇 香而不腻呀